即使水深吉凶 两位救难人员还是不顾自身安危 他们甚至撑着伞 护送这个大脸盆 在滚滚黄水中慢慢前进 原来脸盆里装了不过一个月大的婴儿 超级台风雷一在周四下午登陆菲律宾 立刻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 甚至连拿手机想记录风雨都很困难 雷一在短短24小时内 威力迅速增强 让菲律宾人措手不及 当地气象局表示 雷一的瞬间最大阵风 时速达到240公里 已经超过17级风 这也是2012年以来 菲律宾在12月遇过最强的台风 雷一云系所到之处 河水暴涨 街道也成一片汪洋 当地红十字会 紧急协助居民避难 甚至还有老弱妇孺被人抱着撤离家园 现在没有力量 当地媒体表示 目前估计有30万人被撤离到收容中心 甚至还有70户人家 必须躲在山洞里等待救援 雷一穿越菲律宾后将先往西行 下周一再转向靠近台湾 中央气象局表示 雷一目前已减弱为中台 不过外围环流还是可能造成全台降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